歡迎收看 料理甜甜圈 我是香噴噴的主廚香師傅 我是聰明愛幫忙的小廚愛子 愛子 雖然我們平常錄影的時候都吃便當 可是我們這個禮拜的主題 就是要介紹不一樣的便當 便當不就是便當嗎 還能變出什麼不一樣的 便當的花樣可多的 不過這麼傷腦筋的問題 還是交給我們的來賓們吧 所以我們兩個只要負責吃 各式各樣的便當囉 對啊 我們只要等在這裡 大飽口福就行了 現在趕快來歡迎我們第一位 要來挑戰便當主題的 Semi主廚 歡迎Semi老師 大家好 Semi老師 怎麼變得那麼漂亮又年輕 因為常來上料理甜甜圈 心情變好了 而且我聽Semi老師 小道消息說 你為了這個便當主題 準備超齊全的 是啊 我超期待來做 這一次的料理便當的 然後我就準備了八道菜 八道 所以這禮拜的便當主題 通通都是Semi老師的喔 當然我也很希望是這樣 但是製作單位非常細心的 把我們精選的三道在今天來做囉 但是 但是 當然啦 在要吃好料理之前 我們要問一個 跟食材有關的問題喔 每日一蘋果一生遠離我 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話 而蘋果還有以下哪一個稱號呢 A 萬壽果 B 果中之王 我的答案是B 我覺得萬壽果感覺是仙桃 應該是桃之類的 我覺得它應該是果中之王 因為它就是有很多營養在裡面 對 那答案是 答案是B喔 你們兩個都答對了 中中之王 對 因為蘋果它屬於鹼性 它可以中和酸性組織和食物 那蘋果其中的水溶性膳食纖維 可以降低肝臟製造壞的膽固醇 所以這個蘋果它有保護血液的功能喔 也可以降低血管的疾病發生 所以它就有這個果中之王的稱號 那今天Sammy老師要帶來什麼樣的料理呢 有企鵝耶 有企鵝喔 那我們趕快來 大廚師 請上菜 Sammy老師 今天需要哪些食材呢 今天的食材我們會用到的是 白飯 青花椰菜 蘋果 海苔 香鬆粉 番茄 鹽 胡椒和蛋 所以我們今天用這些材料 就可以做出一隻器人 沒錯 真的嗎 真的嗎 好 那先做玉子燒先看看 好 那就先麻煩請 香師傅幫我們把番茄切成小丁狀 切成小丁 好 謝謝 然後我請小廚呢 幫我把兩顆蛋給打散 我們現在做玉子燒的部分喔 沒問題 我是打蛋公主 老師妳真的選對了耶 玉子燒是小朋友很喜歡吃的食物之一 對 像壽司店也有在買 對 壽司店裡面就有玉子燒 因為吃起來都軟軟甜甜的 好 那我們就稍微在這個 蛋裡面加一點點胡椒 像一般的玉子燒呢 我們現在今天做的玉子燒 有一點點不一樣 一般玉子燒還有加很多的糖在裡面 但是這個便當呢 因為我覺得這個糖分還是不要這麼多 所以我們今天只有加一點點的鹽跟胡椒 去稍微做調味 所以有的甜分 我們就靠食材裡面散發出來的甜味 作為甜味就好了 好 好 那我們把油先稍微燒開之後 我們先下一半的蛋液 這個玉子燒一定要好好學起來 因為是小朋友喜歡的 所以媽媽看清楚了 玉子燒要怎麼做 我們現在就可以先把白茄丁 鋪上去 鋪上去 夾番茄的玉子燒 對 我們就先往內 往內捲起來 對 捲起來 好酷 好漂亮 但是我們想要讓它多層一點點 對不對 我吃蛋還沒有用完 對 來 再接再 直接用在上面 好酷 好酷 這次下 我們就不要下全滿了 我們再下 剩下的一半 剩下的一半 對 就盡量靠著我們原來的 所以我們鍋子就往後移一點點 才不會燒焦 對 一樣我們再上一點點的番茄點 就是厚厚的一層 厚厚的一層又一層 原來是這樣做 所以如果媽媽沒有把握的話 就是讓它不要一次火開太大 就小火 對 用小火去 慢慢煎就可以了 它不會變黑玉子蛋 太黑了 黑子蛋 最後全部燒去拿 全部燒下去 這個玉子燒就會變很厚 很厚 很多層這樣子 好 我們看它已經變結了 你看可以利用它的邊邊 只要我們的油有上垢 其實都不會黏到鍋子 好 那這一層就不用再撒番茄丁了嗎 不用了 顏色好漂亮 那時間要抓很準 那應該是蛋打得很好 才會覺得呢 真的 番茄丁又切得這麼剛好 對嗎 一定是合作無間 對 合作無間 好 那我們就是再拿一隻乾淨的刀 才開始切斷了 裡面還是那種很軟的 鮮嫩的 好 那等一下我們就備用 當作是我們這個便當的配菜 企鵝要出現了嗎 要 我們現在就開始做企鵝囉 好 首先我們請相識部幫我們拌香鬆 在白飯裡面 好 就是攪拌一層就好 有一點顏色就好 因為我們要做成企鵝的床 好 那愛子我們兩個一起來 開始做企鵝的部位 好 那在做企鵝的時候 因為你的便當容器可能大小不一樣 就稍微測量一下 大概就這麼大 你可以捏一球像這麼大的球狀 好 這樣一碗飯就可以做兩隻企鵝 可以的 然後揉好之後呢 我們就稍微把它用這個海苔 包住 對 包住 好可愛喔 包好之後我們就先放在旁邊 然後呢 我們再來就要做兩隻手 企鵝的手就是比較像水滴狀的 所以我們把它做成 捏成一個水滴狀的樣子 水滴形狀 對 好 我想要加入你們 好 那我們一個手給你 那我們兩個身體都可以捏好了 好 身體要怎麼捏 身體大概是一個手握的 大人手握的一個大小 這個大小 對 那就麻煩你把它做成是大 大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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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胖的水滴 好 然後因為企鵝的手也是黑色的 對 所以是一樣我們煎好的形狀 就把它鋪上去 好 好 可以喔 這樣子嗎 然後壓扁一點點 壓扁一點 好 麻煩像師傅幫我把那個剛才的香鬆飯 把它鋪在這個便當大概一半 那我們留一點空 這個體褲呢 我們來穿紅燈 一半不要鋪 對… 沒問題 好 來 跟做美老一樣 對 跟做美老一樣 可以弄一弄 把它收一點 好可愛 來 好的 它就是開始我們要把我們的 那個企鵝放上去 好 來 先把頭 好 頭先放上來 然後把身體 身體 放下來 然後兩隻手 好 好 手 很像 很像喔 有沒有看到已經七成像了 有 它還少了什麼 還少了它的眼睛 眼睛 它的五官 還有腳 對 我們這邊已經準備好 餐燙過的胡蘿蔔 把它切成這個形狀 切成這個形狀 對 然後眼睛我們用起司切成圓形 然後放上海苔片 用海苔去做成眼睛的形狀 就變眼睛了 我用小番茄去切了一個 企鵝的嘴巴 就是切薄片一片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這親子一起做 是不是很有樂趣 很有樂趣 而且我放在旁邊的 沒關係 這樣有它特殊的風格 長得很像你 好 什麼都長得很像我 那個腳呢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這樣子就把企鵝完成 好 放我們一起 我們的也好了 放我們請 師傅再來把這個 玉子燒呢 放米飯 放在這個 中間嗎 放這個的下面 好 放了 好 這個畫一下我們就 上面用水燙一下 然後灑一點點的橄欖油 就可以了 我們有蛋了 有青菜了 還有那麼多的澱粉類 是不是纖維的部分 也要油 對 也要油 我們今天要把它做成 小兔子的形狀 小兔子耶 對 所以先在這邊畫個兩刀 像一下的兩刀 然後用刀子把這個耳朵 用起來 沿著 邊邊 邊邊 這就是刀工嗎 刀工好厲害喔 因為我們已經幫它切橫了 其實是很不容易失敗的 然後再把其他的部分 去掉 對 去掉就可以了 變回之中 它是它的耳朵 是 後面這樣去掉就可以了 對 這樣去掉就可以了 然後再擺上去就行了 就這小兔子在這裡 尾巴嗎 做尾巴 好可愛喔 還有眼睛 眼睛在這裡 有眼睛嗎 對 還有眼睛 氣質很方便 可以融黏在上面 好 你們猜這個是什麼 這是滑鼠 這是你 滑鼠完成了 真的 我應該是要讓它 好像快逃出來這樣子 是不是 所以像一些空隙的地方 你就可以像現在 市面上面很多這種 小兔子 對 就可以隨意地放上去 好可愛喔 謝謝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所以今天我們做的這個便當叫做 企鵝便當 完成了 怎麼捨得吃企鵝 還有百分之五十的蟹皮素 蟹皮素呢 可以幫助我們緩解一些過敏的現象 所以我們在吃蘋果的時候 記得把皮洗乾淨 然後連皮一起吃下去 美味開動 哇 要是啊 我吃便當的時候 打開一看裡面有一隻企鵝 我一定會很驚喜耶 真的耶 而且尤其是自己做的 對 現在就是要品嘗的時刻 玉子燒到底好不好吃呢 怎麼感覺好像坐在日本料理店 吃那個玉子燒 對啊 跟外面賣的完全一模一樣耶 對啊 而且裡面有番茄 有營養在裡面 你覺得要是你收到這個便當 一打開你會怎麼樣 很高興然後就會打叫 就是沒關係 快來看我的便當 對 然後趕快拍起來 趕快拍起來 所以媽媽跟爸爸可以在家裡 跟小朋友一起練習 做雲鼠魚 你們自己的便當 打開有驚喜的便當喔 想知道更多 不一樣的便當料理嗎 記得要準時收看我們的 料理便利圈 下次見囉 拜拜 好好吃喔 真的